继续为您报道又传出了虐童事件 也同样是吸毒惹的祸 新北市有一名27岁的妈妈疑似在吸毒之后 觉得自己三个月大的小男婴太吵闹 竟然就拿起藤条痛打 导致这个婴儿的全身都是伤痕 幸好有巡逻远景路过 发现妈妈精神恍惚好像不太对劲 上前盘查之后才赶快把小男婴送医挤救 大楼监视器画面拍下三个月大的小男婴 被妈妈抱在怀里正要往门外走 但是妈妈看起来精神恍惚 这时刚好有圆景巡逻发现不对劲 上前盘查才发现小男婴脸上疑似有巴掌印 腿上有被藤条鞭打的痕迹 圆景立刻通报社会局 并将小男婴送医挤救 我们看了这个小朋友发生 他其实那个伤 被瘀伤的状况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昨天就立刻把这个孩子 先做紧急安置 那原则上我们先把他 因为顾虑到孩子的健康 所以先做一些相关的 先找医疗单位去做 新鲜儿的体检跟验伤 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二十七岁的年轻妈妈 疑似吸毒之后 觉得小男婴太吵闹 才会气得拿起藤条来殴打孩子 目前警方已经将这名妈妈 移送到地检署侦办 而事实上这个月初才刚发生 三名毒贩涉嫌虐童致死的案件 当时小男孩的手指甲 被老虎钱拔掉 鼻梁骨断裂 手脚还有二十几个被烟蒂烫伤的疤痕 连医护人员看了都语性不忍 对于最近接二连三发生虐童案件 社会局呼吁民众要发挥鸡婆心 如果发现住家附近有家暴 儿童虐待或性侵案件时 可以拨打二十四小时 一一三妇幼保护专线通报 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 记者综合报道